我老公失业在家不挣钱没啥本事 这个家需要我养活 我得上班给孩子赚奶粉钱 我得上当生 看看摩哥干啥呢 今天效率挺高 从下班到现在一个半小时了 三大包就位 这是入产房给医生的 然后这一包是住院的时候 你跟宝宝的 就是平时日常用的 可以可以 三大包已经就位了 随时待命 来现在我们演习一下摩哥 摩哥不行不行 快生了 快快快 哥哥哥 咱是不是忘了点啥呀 忘了啥啦 你生还是我生 不管我了是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哎呀摩哥啊 四份准成证也打印好了 您的都就位了 我有个事想问你 也是替广大粉丝朋友们问的啊 你啥时候请假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摩哥 自打过完年之后 这这这上两周班了吧 每天我去公司 别的楼层的同事一看到我 就是大家都一样 第一惊讶 第二问我 你咋还来上班 我觉得我就好像不应该出现在公司了 你知道吗 我后来觉得都不好意思啊 大家问的多了 然后我就给自己想了个标准答案 啥 我就说我老公 失业在家不挣钱 没啥本事 这个家需要我养活 我得上班给孩子赚奶粉钱 我得上当生 你看你说啥呢 你说这话 我不赚钱吗 啊 那多少也是赚啊 是吧 不是开玩笑嘛 反正你现在在我单位 没啥形象了 这好多人啊 不认识我认识我的 一看到我挺个肚子还在上班 我估计他们心里肯定想 找的啥老公啊 没本事 你这 下周必须得请啊 该歇着也得歇着 我跟你说 我为啥迟迟请假 我有很多顾虑你知道吗 呦你还想挺个你想啥呢 我觉得人到中年 压力真的好大呀 上有老下有小 好多事情已经由不得你了 你不由自主的 就会考虑很多问题 首先 北京的产假 只有158天吧 就区区这 五个多月的时间 我现在多休一天 我到时候就少 配搭孩子一天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多上一天班 我就是赚的 这话 听着倒是没毛病啊 但你该休也得休呀 你这都快足月了 但是还有一个事 该休是得休 我也知道身体要紧 孩子要紧 但你也不知道你是提前发动 还是比预产期晚发动 你说你要是提前休了吧 在家迟迟不升 那孩子稳如泰山 那你这价不都浪费了吗 天天躺着也不运动 上班还变形的督促你运动 你说你要是不提前升吧 这万一在公司发动了 也是很尴尬的事 所以毛哥 从过完年开始 我兜里就常备了一件东西 啥东西 医保卡 我都跟我同事打好招呼了 我要是有点风吹草动 他们直接帮我交交二零 我从公司直接去医院 多励志 你现在是责任性爆棚了 开始想问题 想这么复杂了 除了就是能多陪陪孩子 把产假尽量发挥到极致 还有一个事 前段时间不是因为怀孕 就是晋升也无望吗 这个就不多说了 我就怕这毕竟修产假 要修个小半年 你这半年回来 你不说升职 都怕给你降职 所以在职场上真的女性 职场对女性也不太友好 所以你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你多扛一天 领导不就多高兴一点吗 你就晚请一点 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没事 你现在就照顾好你自己 和咱娃的身体就行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想 安心在家歇着 你得好好专家了 莫哥 生来孩子之后压力又大了 责任重大你知道吗 你想塞都塞不回去了 后悔都来不及 放心吧 我好好干 反正总而言之 我顾虑点挺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跟我一样的顾虑 我觉得每个孕妈妈 迟迟不休产假 肯定不是因为她不想休息 谁不想休息 到月晚期真的浑身腰酸胃痛 天天的肋骨疼 浑身疼 没有一处好地 她还是想的有点多吧 你知道吧 所以都不得已 哎呀 霍姐 听你说完这一席话 美夫甚至愧疚 你愧疚啥 你这整的就是 我已经三十而立了 还得靠一个足月的妇女 给我赚钱养家 合得我这上门女婿呀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 那我也给你放个话 明天我去跟你临老请假 必须请假 不请也得请 听见没 来吃炒面 谢谢伯格